哈喽,我是Fear 这些卷发教程呢 真的是被我拖欠了好久好久好久的一个作业 当时我还是一个锁骨发 然后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中长发了 在去年的年度爱用物当中呢 分享了戴森的这个美发套装 当时就有好多宝贝呼唤说让我出一个视频 但是我当时没当回事 因为现在啊视频里面出现一个什么产品 然后大家心里可能就会咯噔一下说 是不是博主同学要掐饭了 所以说即便我就是他们家的黑科技脑残粉 就是瓜田里下的我也得逼逼闲是不是 等品牌爸爸找上门来 想要跟我合作的时候再去录这个视频也师出有名啊 当然我的美好的月光落空了 半年过去并没有品牌爸爸找上门来 好伤心 后来就是每一次我录一个视频 如果我头发是卷的 然后就会有留言呼唤我出这个卷发教程 唉好吧 今天呢我就豁出去一次 给你们来一个我的日常全套发型的压力教程 包括卷发 直发 刘海 马尾 还有刷发新人的护发心得 超全的呦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记得给我一键三连 那接着往下看吧 戴森这个美发套装呢 我买的是国内版的这个硬直发套装 它有六个头 卷发头呢是有两个size 然后这个是大号这个是小号 我现在头发也算是一个中场发吧 所以说我现在比较喜欢用这个大号的卷 它卷出来的弧度是更自然 之前头发比较短 然后在锁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是比较喜欢用这个小号的卷 它卷出来呢就更灵动 更可爱 然后就是一个吹风机头 然后还有这么一个直发书头 我自己本身的法制呢 是比较毛躁一点的 洗完头之后 如果不吹 然后自然风干的话 就会炸到飞起 就正常情况下呢 我会用这个吹风机头 把头发吹得半干 然后用直发书滤几下 就能达到一个比较蓬松柔顺的效果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不错的 可以出门的状态 这个是我前一段时间 就是随手录的一个 沙发新人的日常顺毛服务 我一般其实就吹干 然后呢再吹直就好了 我会用这个热风先吹一吹 吹的时候 就是一定注意啊 要逆着发跟吹 然后这样它会比较红松一点 OK 差不多两分钟呢 可以吹到七八成干的样子 头发有这么一点点 湿湿的时候呢 然后用摩洛个发油 现在我把这个温度调到中间这一档 就是不需要再有那么热的风去吹了 最后是吹到像这样的九五成干 就是头发摸着稍微还有点潮气 但是基本上已经干了 然后给它换一个头了 这个头呢是它的一个直发书 现在我头发就是可以看出来是很毛躁的吧 跟小狮子一样 这样是不是瘦了很多感觉 下来讲一下今天的正头戏 怎么做顾发脏戏 也是先把头发吹的这么半干不干的样子 差不多有一个八九分干吧 然后头发里面还有一些潮气 把就是想要分的这个发放给确理好 我一般呢就是这样先分一下 我觉得先分来讲比中分看起来要更修饰脸型 因为我脸不是那种很对称 这边脸要大一些 所以说我喜欢把这个就是发缝呢 分的稍微偏一点 先处理刘海 就这两缕 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刘海可言了 因为宅家里时间太长 没有什么机会去那个去剪了 但是可以稍微打理一下 先把这个推到就是热风的 我用的是这个大号的卷啊 表起一缕 卷筒竖直 然后让这里头发自己主动的缠上去 慢慢的往反跟移动 先热风10秒 然后再冷风5秒定型 冷风定型这一步呢是戴森特有的步骤 吹完之后发型更持久 记住哦 那现在刚吹完呢 它这个卷太卷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待会就是整个做完之后 它会稍微塌一点 那个时候这个弧度是刚刚好 OK 然后接着往下 上面这一层吹完了之后 我会把它整个调起来 然后加一下 然后接着吹下 深层吹出来 会更蓬松 更有层次 然后我习惯是把它加起来 然后不影响后面的那个 这一层呢我就会开始 不光是往外翻 可能是往内翻 先来一个往外翻 再来一个往内的 内外这样交错着来 可以让整多半呢 就层次感更丰富 没有那么丝满 这个卷的高度呢 也不一定是在同一个高度 很自然怎么来就好 这种操作有一定随机性的 不一定每次出来 都是将将好想要的那个弧度 然后所以说就得后期调整一下 OK 再来一个外翻呢 就是打散一下 就是一个非常蓬松 且自然的一个状态 但是那个卷卷出来 它不是那种发烫的那种卷发棒 就烫出来那么死板呢 它会很空 卷完之后 它会有一种自然的光泽 沙发的毛躁状态会好很多 这么C型的这个弧度 是对我们亚洲人的脸型 非常友好的 特别的修饰的脸型 接着把右边也一起来这样做 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了 有的时候我刚吹完了 我对这个发底不会太满意 觉得它不够通 就是我这个颅骨 这个脸色是比较塌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还会特地的把它稍微垫一下 然后这边就会显得更饱满 那这边也是如果你嫌它这个地方 弧度不够的话 再抓那么一两缕起来 然后垫一点 头部就会看起来更饱满 最后呢再喷一下这种定型的喷 保持的时候就会感觉一些 绝了之后我通常就这样抓几下 然后呢 这种乱乱的越乱 然后效果越自然 上面一层外翻 然后呢中间呢 内外交替 然后最底下这个地方的话 是以媚扣为主 然后这样整个就会出来一个层次 很分明的一种感觉 这样抓伞之后让它直接披着 这样伞在肩上 就蓬蓬效果就非常棒 有的时候呢 我还会把它摸到一边 就甚至说连这个刘海的方向都改变了 就更加有一种慵懒的感觉 比如说平时在家要干活什么的 我就会是这样的声音 扎 会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扎的时候用这种把枯 或者说是一些丝带的话 也会非常好看 如果现在手边没有好用的丝带 就下载给你们分享吧 总的来说 戴森做出来的这个卷啊 我觉得它是非常自然的 叫我最好的应该是第二天 就是睡了一觉之后啊 这个弧度会更大 更空 然后更自然 其实我印象秒深的是 有一次去医院检查乳腺 好像检查过的吧 我也知道 在透视了吧 然后的时候是要脱掉的 然后当时给我做那个透视的一个小姑娘 我衣服还没穿好 她就着急慢慌地伸头进来说 那个你那个头发是怎么做的 就尴尬之后又带了一点小兴奋 但是我周围的朋友呢 并不是每一个都对这个产品的比价很高 会觉得性价比不够之类的 精灵手巧的姑娘确实用不上这个 因为他们可能几十块钱的准发吧 就能达到一个造型式出来的效果 那何必去买这么贵的一个美发套装呢 对吗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比较适合像我这样的 手残党加懒人 然后呢又很想要冲 像这样的人呢是非常非常需要戴身这样的黑客气来拯救的 最后呢再给你们分享一个我的护发型格吧 因为我是资深的杀发型人 我这样的发质在外面过夜是没有把它洗头的 只能是把它扎起来 所以说我现在出门我根本离不太带身 我走哪都带到哪 我带也没有安全感 当然了就是护理这样的发质呢 就除了这种黑客气的好产品 还有一些洗护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现在用到的比较好的一些洗护呢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了 这个叫Girl Gorgeous 它是一个头皮护理的一个产品 像我这种毫月党特别特别在意头皮的护理 可以在洗澡之前十分钟 然后呢把它寄到你的头皮上 按摩吸收 然后等十分钟 然后就正常的洗头就行了 我很喜欢它的一点就是 让头皮有一种非常清凉舒服的感觉 很放松 然后还有一个瑞士的这个三茶馆 我以前跟你们推荐过他们家的头皮护发素 首先是味道非常好 其次是用完之后 头发真的是有那种很蓬松 然后呢手感就是软软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摩洛哥法油 这个我觉得就好像也不用多说了 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护发精油 在头发吹完大概半干的样子 然后抹到发烧 可以让头发更柔顺 补平的毛躁 还有一个就是 最近在用的一个这个生发精油 抹腻感要挤得好很多 是比较清爽的 感觉现在用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吧 OK好了 被你们催了小半年的发型打理教程 总算是录完了 不知道这个视频有没有帮到你呢 如果你手里也正好有这么一套 美发套装的话 不妨拿起来试一试 看看是不是感觉会更好用一些 哈哈哈 哈哈哈